其實民建聯盤踞在區議會的 現在索性飛起整個船 不就好像立法會那樣 你空有一套的所謂的立法會選舉制度 但實際上它已經陰點了 誰做立法會議員了 它現在全面奪取的政權 是將你荒蕪的那一套東西放回那裡 李家超叫特首 不過 其實後面已經奪了射的了 整個香港就是一個片廠 其實就是等於 其實香港已經變成了木乃伊 那些內臟就全部拿走了 但是裡面是什麼呢? 裡面是放些什麼下去呢? 其實就是放些什麼 好像那些什麼藥啊 那些什麼抹香什麼東西 香料啊 塞殺的 香料那些什麼東西 我也覺得奇怪 以前那個所謂木乃伊的說法 為什麼要弄奶伊呢? 其實就是為了他們永生的 為什麼他們的書要放在那裡? 為什麼要放些東西在那裡? 其實就是隨時要準備他們復活的嘛 那些法老王可以復活的嘛 但是我心想 想不明白 你裡面那些內臟就沒有了 你怎麼復活呢? 復活不用內臟的 以前有一套東西叫做Mummy 就是說這個東西 道武迷城 它可以復活的 但是它復活的時候就是另一件事 那樣東西就是很恐怖的 裡面好像是放聖甲蟲 你記得嗎? 哦 是啊 聖甲蟲 是啊 是啊 裡面是放聖甲蟲的 復活之後就不需要內臟 不需要吃東西的嘛 是靠這個聖甲蟲就可以到處走的嘛 已經是 是啊 就是這樣 香港不就是木乃伊 就算讓你復活都好 其實就沒有了靈魂的了 其實整件事是用咒語來推動的 咒語是什麼呢? 就是國安法 器官是什麼呢? 器官就是公民社會 法治 司法獨立 不是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 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肝脾肺腎和大腦了 現在他把那些東西挖走了 把你的選舉制度挖走了 那個選舉制度是假的 那個投票也是假的 根本一早就已經知道了投票結果 你看立法會 所謂全鏈調適民主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把你心肝脾肺腎 記協將會解散 教協解散了 即公民解散了 所有不從屬於政黨的 即共產黨控制不了的工會組織 和民間社團全部解散 傳媒變成Propaganda 變成黨媒 於是大家空有一個所謂的 香港新聞自由 你知道嗎? 剛剛的排名出了 大佬 柬埔寨和利比亞是高過香港的 比打仗的利比亞 和最窮的這個柬埔寨 香港現在的新聞自由 然後他就再塞一些聖甲蟲進去 他現在塞一些聖甲蟲是甚麼呢? 我想說你現在看立法會議員的名字 因為我準備了城寨新聞 經常都要看他們的新聞 我完全一個都記不到 林申強是誰? 熊維文如果不是因為整場這樣的生日宴 我想大家都不認識他 這些就是聖甲蟲 他塞了之後 然後黨念咒語 那一刻才厲害 甚至你連比加超都是聖甲蟲之手 哦 是 你明明他都是由咒語去操控的 那些Well I'm a Catholic 那些都是咒語控制的 所以我就很懷疑 為什麽昨天TVB瘋了 就是這個《紅線新聞》那些新聞推送 發瘋癲的樣子 在那裡整推送 在那裡說什麼 比卡超記者會 比卡超記者會有一次推送 是啊 是啊 他推推了很多東西的 但是那些東西全部是九不八八的 一國兩制底線不容挑戰 是啊 那又說什麼 就是中央對香港誘因 那些什麼 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李家超見記者 說了幾次李家超見記者 接著無緣無故就給家超見記者 那些是不是咒語啊 大哥 我懷疑他們的Testing 其實沒有人hack他們 如果hack的話 一定是天滅中共的 你問我 當然不是說的 hack的這個不合理 是他們裡面自己有Testing出了街 然後為了想推占就報警 就說被人hack 那你浪費警力 如果這樣說的話 怎麼會 坦白說你正常想到 什麼人會hack他 就是TVB的對頭 好了你當藍絲hack他 黃絲hack他 他是藍絲了 黃絲hack他 黃絲hack了會不會寫這些東西 Testing YOO Hi YOO 當然不會 一國兩制底線不容挑戰 會不會 當然不會 他們自己裡面Testing出了街 就是咒 自己拆了 純粹是 但是他自己拆完拆 無緣無緣無故就做個 比家超見記者 這下出事咒 我覺得就要抓袁志偉回去 問責 直接要解僱了他 是啊 是不是啊 我就覺得很冤屈 你叫警察去抓什麼 我覺得那些新聞推送很有正能量 一國兩制底線不容挑戰 這些還不是外國者 還不是正能量 然後又說體現中央充分關懷 充分彰顯一國兩制制度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正能量的東西 為什麼要抓人 第一 我就覺得你浪費警力 第二 你為什麼要抓外國者 這些東西的人都是外國者 你抓了他的話 大陸黑客 為什麼要殺你才行 這個問題 如果殺人反而是散播正能量的 應該歡迎 幫你做好事 我懷疑他的測試的隊伍就是大陸仔 甚至是外判了深圳科技公司去做 一定是 如果TESTER是黃的 Developer是黃的 就寫831 721的 怎麼會寫這些 這些東西才行的 一國兩制底線不容挑戰 簡體字也不重要 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說他整色整髓而已 但是你想想你現在香港 我就是越來越似星生不息的 表面是唱廣東歌 歌聲就是葉善文 林子祥 又有曾比德那些東西 又有老千華在那裡 聽曾比德和林子祥唱這個單車 就看到哭了 這麼矯情這麼濫情 這些大陸東西 一個close up 哇 楊千華又抹眼淚 葉善文又抹眼淚 但是看上去就肯定是覺得 不對勁的 怎麼不是香港的東西來的 但是唱歌那些是 唱粵語時流行曲的經典 又是香港歌聲 跟香港一樣 出來說話那個又是有大灣匡的特首 又是華人畢業的 是一個香港人來的 但是我就說你總是覺得那股味不對勁 那股味不對勁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有部電影叫做什麼 講一個黑人的 近幾年的恐怖片 叫做什麼 Out 還是什麼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那個好像是 跟白人拍拖 就回到那個 家裡的那個 白人的女生的家裡 你就是專門吃黑人的嘛 不知道是吃他的腦還是什麼 不是 他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這部電影就是 那個叫做 Daniel Kaluya 就是一個演的 他就說 他這一家人 就是專門追求那些黑人回來 就奪寫了 奪寫了之後 其實就是要催眠這些黑人 因為他通常找一些 身臟力見的黑人 然後就回來催眠他 但在催眠他之前 就會讓他認識一幫村民 這幫村民呢 對他平後品足 但是 其實他帶他認識 帶你認識這幫村民 這幫村民對他很友善 搞派對 等等 但是他之後 原來背著他 他們在那裡逼他 是嗎 是拿他的身體 是 然後呢 他們自己圍內 就 大家在那裡舉牌 在那裡逼他 逼他什麼呢 我就是 這幫人其實 整幫都是垂死的老人 這幫垂死的老人 他要他的身體 他要他的身體 就是要他的身體 然後呢 同時間呢 他找一個催眠師 就催眠這個黑人 就令到他的 意識 就是 沉了下去 變成了前意識 總之整個人 就 混混混混 然後 然後就是 等待被決定 那個老的白人 是的 那個老的白人 那個意識就進了他那裡 是的 所以其實他去這個村落的時候 他認識的黑人 就很古古怪怪的 一個人都 言行很古怪 然後呢 有時候 身體是黑人 身體是黑人來的 但是呢 有時候你見到他就會 無緣無故正常地說話的時候 會哭啊 會給他一些訊號 其實就是他喊意識 潛意識在掙扎著 就是向你求救 就是說 其實我是被人封鎖著 一個人裡面 其實他有兩個靈魂在這裡 就是他的上意識 就是被奪寫 就是奪寫了那個老人家 但是他下意識 就不斷在掙扎著 就是整套戲就是講這件事 不是 香港都是這樣而已嗎 現在是一樣的 其實美國是很多這些 這些戲 這些很超現實的 這些想法 比如說 一個人死了之後 怎樣把他的腦電波儲存 然後呢 就令到他用另一種形式 得到榮生 你解決就是這套什麼東西 其實不排除 香港的處境 就是這樣 你覺不覺 現在香港的處境 就是這樣 他要你國際城市那個區殼 區殼 去器官已經拿走了 我就說香港一百五十幾年來 公民社會 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一個不是什麼西方 什麼民主 那個是普世價值 人權法治這些東西 大哥 中國憲法裡面 都有講的民主 這些東西 不是什麼西方價值 然後全部拿走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被壓抑的 還要催眠的一個 落藥的 把你的前意識 把你香港人的意識 壓到下去 變成前意識 然後由另外一班人進來 其實你見到那些立法會議員 你就知道 是你讀不出名的 其實 你總是覺得整件事很古怪 我們在外面看進去 那些人很古怪 就好像那個黑人的男主角 去到這條村 初初見到那些黑人一樣 為什麼他們這麼古怪的行為 這樣說話的呢 為什麼李家超會這樣說話的呢 這麼小學雞的那些中文 整件事好像很奇怪的 你慢慢慢慢就會發現 其實 原來後面是一個黨 去控制著那些人 好笑的 你留意一下 本來立法會是談什麼的 你記不記得 談段崇志 教育事務委員會 突然間cancel了 那個item 為什麼 因為段崇志是這個李家超的 競選辦的主席團的成員 那星期還隔兩天就投票了 星期五不要談了 抽起了個item 現在 我就說這些事情 你所有的議員 表面上好像是香港的民意代表 有自由意志 所有傳媒 好像看上去好像是香港的傳媒 就等於你看《星生不息》一樣 你看上去就在唱香港 我們熟悉的流行音樂 唱到感情豐富到不得了 但是你一看到一放進去 老千華在這裏 這個類型於哲 和這個葉士文你就知道 屁股了 原來那一陣的黨美 其實它是一個統戰show來的 是幫TVB做的統戰show來的 因為看到ViuTV 看到MIRROR他們崛起 於是他就要把那些嚴明熙 曾比特那些推上去 他被人看到TVB都是可以的 自己推不了 現在就靠大陸推他們上去 就告訴別人 其實他是要抗衡姜濤這幫人 所以就把曾比特和嚴明熙上去 同一件事 但是後面操作的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這個節目第一集 未出之前就是在《文匯報》全版介紹 在《文匯報》全版介紹的intro裡面 說明這個是 中聯辦民體宣傳部作為指導的一個節目 還沒計港管局 原來是全部有官方參與的 原來是 是吧 他不介意告訴你 所以現在得到的 他要你得到的身體那些是香港人 是有信念 有所謂的香港核心價值的香港人 對他來說 新移民去屋邨沒有街市有什麼所謂的 對他來說已經是比較好 是不是 他原本是住在劏房的 然後你其他 那些 所謂公屋居住環境 公屋居住質素那些 你不要嗎 到時有很多人爬你頭 為什麼要這麼齊備 反正你已經 其實你很簡單 你有十萬個單位 十萬個單位 也未完成 十萬個單位 起了一半的時候 十萬個單位 有五萬個單位 起了一半的時候 那你五萬個單位 剩下五萬個單位 會有多兩萬個 跟著又被搶 魘魘不重嗎 api 就是 baptize 最透過的功能 把功能要完線 很 enfermed 它之後變成ٰ 然後 gives people some figures 出來說 只要你這麼一班人住公屋 怎麼那麼 政府需要補貼你 要不要拿你完善 然後就呈到擁有 這個球場給你很不好 送一個游泳池給你很不好 會引人出來這樣說 所以到最後最後 公屋不是不完善化 公屋的水平下降 就變成常態化了 你整個管治質素的倒退 其實是有先例的 不是說我們亂說 香港上一次這些大陸式的群眾運動建屋 就是8萬5萬 8萬5萬裡面的重災區就是將軍澳 所有政府內部 計劃處的準則 全部各自 所以你就看到一出將軍澳隧道那些屏風樓 樓和樓之間的距離 是完全不合乎 這個人住的 然後就一直填 你看日出康城是什麼 大哥 他賣地的時候連沉降都還沒完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以前回張江澳工業村 我們是看著他堆田的 看著他堆田的那裡 張江澳工業村的沉降都還沒完 平哥日報大樓那條裂縫 可以整隻腳放下去的 大門口那裡 那你的質素不就越來越差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試過的 現在是倒退回去1997年的時候 所以我說我不擔心李家超 一百是加不了成績的 因為香港樓市 一定會好像九七九八年那時候 一樣 你現在積壓了這一年裡面 私人的供應的量大到不得了 積壓了因為沒有賣樓 而中產越走越多越走越多 因為你動到一些教育 於是藍絲都走了 好了 中產真正用家的需求越來越少 對私人留餘 而你一大約進息這樣建屋 bypass了所有規劃的指標的指引 土地開發的指引 是又起不是又起 然後到你起好落成的時候 我告訴你居屋的大賤賣 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些東西 居屋沒有人要 記不記得 私人參建居屋 建好之後沒有人要 放在那裡 到時候就有很多任你選 不用說有沒有街市配套 到他搞完一輪之後 這個情況就會出現的了 那是什麼 到時候到後就 又再重複一次 所有事情你想想 耳熟臨場 又是公務員阻礙私政 我說不是1997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攻擊這個公務員 阻礙私政了嗎 為什麼二十幾年都繼續阻礙私政呢 又說要以執行力為主 那董建華不是以執行力為賣點嗎 又說初陀歲月太久了 結果董建華下台 是因為老董說 朱鎔基說他意而不決 決而不幸 其實是 所以不是一個無間地獄 一路循環 一路循環 你看這些新聞就覺得好像時光倒流 我經常覺得 好像這二十多年來 大家好像 咦 為什麼又再回來呢 又再變回那樣東西呢 你讀過這些很簡略的 讀過歷史 你會發覺整件事的發展 是非常令人氣餒的 而且是絕望的 那你就看到了 其實 你說已經有City Bank的 一些研究出來 已經有六份之一的富豪走了 那些最有錢的人 就是說 有過千萬的新家的人 其實已經走了六份一的了 而在香港只剩下47萬 那你想一下 最有錢的人都做得這麼快的時候 就是你香港還怎樣 你現在還說什麼 留住人才 你現在李家超怎樣說 環留香港的人才呢 一大堆空話 其實這個才是重點 你說什麼 你換個特首 換個特首的話 你應該是重新出發 所有的都已經重新出發 F5 鍵 所有的東西 打機再來 但現在不是 香港是越打機越壞 去到一個 曹總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香港人 我當我們對李家超什麼都好 沒有什麼看法都好 一個正常的領導 在現在這樣的處境 你已經做硬特首 你首先回應的 是不是死了幾千人 那個老人 軟射的問題 為什麼會傳播到這樣 為什麼公立公營的醫療會崩潰 醫療人手是怎樣 你說這麼多什麼 提什麼提物 提速提亮 講什麼什麼我和我們 講完那些垃圾 所有口號 第一件 如果你出來 真的是對香港人負責的行政長官 你是不是告訴我 那幾千條人命為什麼會死 你上任一百天怎麼處理 完全不提你想想 現在的新聞你看一下 多恐怖 TVB如是 Now如是 友善如是 所有政府控制的官媒如是 當那個疫症已經完了 所有死了的人 不需要去看看香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一個這樣的災難 是開埠以來死最多人的疫症 開新篇 開新章 死了那些人就不幸運了 失救而死的那些人 有沒有人統計過 香港有多少老人家失救而死 在這段時間裡面 加上疫症死的人 有多少人 大家已經完全抹了 你看那些建制派的嘴臉 是完全不當那些東西存在 甚至林鄭月娥這個名字 已經不存在 然後大家就一直向前 我們開新章 怎樣怎樣怎樣 搞創科 沒有創科沒有未來 中間用一個頓號 你說有沒有刺到這樣 就是說香港沒有創科沒有未來 香港沒有創新科技 既沒有創科 既沒有創科 又沒有未來 是連標點符號都不適用 大哥 不要說喊口號 喊口號都喊到方腔走返 我和我門 開新章 這些什麼叫什麼口號 什麼人說的中文 然後後面死了那些老人 有沒有人出來講過 怎樣去處理香港的安勞院社 人手不足的問題 安勞院社的水平的問題 那個環境 袁國勇說從來都沒有想過這麼惡劣 完全忘記了 哇 文武存在 Lady Killer 器官高手 是吧 為什麼 大家完全 如果他是一個 正在回應社會 香港人 我不跟你講政治 我知道你搞不到政改 這個大陸人的決定 是吧 23條立法 你一定要收單做 為什麼你的政綱 不是要回應香港人 剛剛經歷過的這個大災難 是 是 我正在寫 寫了之後 跟大家聊一下 跟著他又說他有KPI 是不是 你不是說是精神病院來的 這個其實已經是 是的 KPI 其實你去到 你去世上有目標 然後要落散 怎麼去撞 怎麼去管住那些官員 就是一定要是 按著那些指標去撞 去到尾尾的階段來的 為什麼 我問你煮什麼菜之前 你就是把那些碗碟出來 然後 有的了 什麼碗 什麼碟 你究竟用多大 用湯碗 還是普通碟 你應該告訴別人 你究竟是出什麼菜 你連菜都沒有的時候 你把那些碟碟出來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你現在看到李家超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倒轉來做的 為什麼要倒轉來做呢 其實他自己不會有一個 完整的思維 根本上他就是一個 現成的木乃伊 上台的時候 就自然有人告訴他 應該做些什麼 所以他不需要豪空一些人 最主要是廉咒雨的人 廉咒雨的人 還有最主要你裡面 你拆走了那些器官 放性甲蟲進去 因為他怕廉咒雨你不動 其實每一次說人治 說失敗都是這樣 從老董開始都是這樣 誰叫老董搞23條 在沙士之後 現在香港一樣的 所以我就說你無限循環 現在又是一個 疫症死了幾千人 五千多人之後 又搞23條 是一模一樣的 負責去指揮木乃伊的人 全部不用問責 當年那些 什麼彭清華之前那些 有沒有人問過責 中聯辦 港澳辦最久的張曉明 有沒有問過責 如果這二十多年來 港人治港搞到這樣的話 為什麼北京那些官員 不用問責 我想問 全部都是因為公務員 因為AO 只有幾百人 大哥 你有解放軍 有武警在深圳 那幾百人可以阻止你施政 又再拿出來 又再借一盒 所以這個政治鬥爭 我告訴你 然後政治鬥爭裏面 就方向走版 當年搞文擇制 就用短樁出來動 那些公務員 現在將來 大家記住 一上場不久 就一定會有這些所謂的 政策失誤事件 就抓一兩個公務員出來頂的了 現在已經醒目的 已經走了 留下來的那些 已經大部分都不想做事了 你叫我動就動 叫我不動就不動 那他就準備另立一套系統 來取代他們 擴大問責制也好 多開幾個政策都可以 接著就是黨控制的地區 18區群眾組織 整個民政事務系統都不用了 到時就不需要 比利班所謂EOAO 阻止我們了 那就進入這個 群眾動員的模式 那回來 就不能再講這些 謝謝 你 謝謝 你 我 孱 請 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